當你把這些動畫做好了 當然要把它儲存起來跟發布 那你看一下上面這邊 有沒有存檔 它放在本機端所以沒什麼差別 儲存 它的專案名針就是這個 點AM 就看你要把它存在哪 把它儲存起來 存完之後我們把它發布出去 在右上角有一個發布 它的發布就有很多選擇 你可以直接發布到雲端 也可以直接變成視訊 也可以變成GIF 不過說真的GIF的話它有一定的限制 因為尤其你太長的話就不太適合 對不對 檔案變大 那最簡單的就發布到雲端 發布到雲端 你看一下 這裡雲端 那我們就按下一步 但是要注意一下 標題的部分 請不要用新建工程 對不對 要改成自己的 不然每次都是未命名一未命名二 再來就是你要選一下 你的類別 我這邊就是 改一下 你可以用中文沒有關係 好 那這裡 OK的時候 下面這些就是要給誰看的 給搜尋請看 有沒有 關鍵字 然後要描述 這些 視頻的部分 我們免費的版本 我們可以輸出到576P 欸各位 剛剛我們有先打過預防針嗎 好 576P 代表什麼意思 沒有那個選項 對不對 720P 大家知道 1280乘720 560 576這個呢 就是1024 乘以576 你看免費的 這樣子應該還算夠大吧 對不對 還算夠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 這樣選好了 那輸出的 有沒有看到 我剛剛講的FPS 60 有沒有 YouTube60 在這邊 他現在最高也可以發到60 但是這個60 你的動畫的長度就要夠長了 不然一秒鐘60個 很快就這樣 你的動畫就會拉比較長 好 OK 那左手邊 如果你有動作比較快的 這個可以把這個地方勾起來 叫做運動模糊 各位有看過那種 怎麼拍都是怎麼模糊的吧 比如說拍小朋友啊 他動一下你手機滴對 哇 咻 然後就模糊了 對不對 所以呢 他如果你有動作比較快的 這個也可以勾起來 他也有 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按下面這裡 有一個發布 有沒有 就可以開始傳到雲端去了 好傳到雲端 那現在呢 因為這個我的影片比較長一點 所以我就把這個地方 我先把幾個場景 我先把它刪掉一下 我先留一個就好了 不然發布的時間會比較長 我把第一個也拿掉 第一個先拿掉 好 只留一個 這樣再來發布 OK 就發布 要同意 這裡好 這時候他就開始搬一搬影片 傳到網路上 那傳到網路上之後 等他傳完了 就會產生一個網址給你 一樣的 他這邊呢 就不像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Cloud Animator Cloud Animator 它就不只是影片 是在互動 這邊很單純 就是做動畫 就做成一段影片 所以他也直接就幫各位 把它轉換成MP4的格式 所以你在雲端上看到那個網址 事實上也是MP4的 所以因此呢 那個影片是可以下載下來 Cloud Animator 那個部分 如果你要下載下來 變成影片下載的話 是屬於付費的 好 屬於付費的 但是呢這一段的話 就沒有關係 那我們現在又用免費方案 所以他其實在左上角 會有一個他們家的浮水印 但是還好 不會很明顯 等一下你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這樣發布成功 有沒有看到他給我們網址 就是MP4的 對不對 你也可以給他這個連結都ok 你要下載就直接用這個 那我們就直接按一下 連QR Code都幫你完成了 直接查看展示就好 好進來 ok這樣就有對不對 你要下載怎麼辦 按右鍵 影片有沒有直接把影片 就直接另存了 不要再用什麼下載軟體 好嗎 門料麻煩 直接就可以存下來了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所以 這樣各位就會比較清楚 ok 直接馬上搜尋 就這樣做了 可以嗎 要不要